嗨,大家好,今天為大家介紹的玩具是海洋棠的扭蛋品牌 江朗Q博物館在今年6月底發售的一套扭蛋玩具 那這個扭蛋的主題是佐藤邦雄的動物們小便 佐藤邦雄他是日本有名的動物你能畫的插畫家 那這這個這次的作品是他的第3部了 就是就是江南Q博物館 以他為為為為為那個題材的第3部 那他這一套我這一套的扭蛋全部有5種 就是晚雄要出金剛 還有北極熊那小老鼠跟那個小野豬 因為他們兩個太小了,所以他們就是算一組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說明書上面可以看到 這個這是佐藤邦雄的原本的 原本的那個插圖 就是許多小小動物在尿尿的插圖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有些動物是沒有被收入的 好像野兔還有企鵝 那這邊北極熊有說到好他是不是為了本本次的計劃是特別去 去追加的 好那 那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牛牛的我這個玩具本身 他們這個玩具真的很小 就是 我們先看 很像像 北極熊這還可以了 你看差不多 一個手指 不大了 那他的組裝是 小便斗還有那個座台 他是可以分開的喔,那是這樣去組裝的 那也可以吧 可以不要小便斗啦 那個 他如果說大致一點都還可以站立 可是像豬的體比較小的話就不能站立 那他做的這種 石碗做的很精緻 這也是膠囊Q有名的地 會這麼有名的 原因喔 像膠囊Q博物館他就是 有品質喔 然後 又 就是品質啦 然後再你可以看他的動物的 可以看到他的小弟弟 一樣 那他真的是照著佐藤邦雄的風格去製作的玩具 玩具 有蛋 他 他有也許有些我覺得造型師有時候是必須要自己去想像的 所以是 就是 原本的畫家他沒有畫到地方或是 或是 看不到的地方都他都要自己去 自己去揣摩好自己去 去發想 發想出來 那這這次我是因為這看上這隻豬 這隻豬尿尿 我覺得很有趣喔 所以 所以才會 才想 才想收集這一套扭蛋 那如果說他是放在電腦旁邊桌上 辦公桌 桌子 桌子旁邊喔 來關上 其實是蠻療癒的 那像這種小老鼠 跟這小豬 這太小隻 真的 你看一個小指頭 太小了 那這蠻熊呢這蠻熊呢如果說扭到這一隻的話他是一組的 扭到這一隻那 那不會歐死嗎 花同樣的錢然後你只扭到 這麼小一隻 那如果說可以的話 小老鼠應該要跟蠻熊為主 然後再追加一個野兔跟 跟小小野豬 這樣才夠平衡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金剛啊 非常他臉部非常的英舊也 製作真的很很很很精緻 其實扭蛋來說 這做不錯 現在的扭蛋都 都有一定的水準了啦 不是亂來的 好像這隻豬 拔掉啊他的體太小了 他每隻都有小老小老二 對像這隻豬有沒有看到他的老二 小弟弟 因為他太小了 我不是說他底底太小 說他的腳太小了 好所以可能要這樣插一下 那後面這三個 這些哈比人喔 我來看一下 啊 其實這扭蛋 大概就這樣啦 也不知道該去介紹什麼 那 我拍的純粹是 也許有人想要知道說 這個扭蛋他的實體的大小是怎麼樣 真的很小 只有三隻比較比較讓我覺得可以接受 那剩下的三隻真的是小到讓我覺得 如果說花同樣的價錢去購買的話你會覺得 很不值得 這是 這是小老鼠 真的很小 小一隻 超一隻小蜘蛛一樣那麼小 超小 那這個這個你看這 這個是那個膠囊Q的 膠囊Q博物館的扭蛋 扭蛋球 這個這顏色配色是跟他的LOGO 膠囊Q的LOGO 是 是一致的 好 好那那個今天那個 那個 他們 這些 動物尿尿 這個 就介紹這裡了 好 尿尿完 你就把 小便斗拆掉了 真的是太過分了 真的是太過分了